在不久前 UNW Toyota 正式公布了 全新一代的 Toyota Vios 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 而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爆料 加上这个代言人自己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 爆料了这款车的详情 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款车应该很熟悉的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终极的爆料 我们又要讲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详细规格表 如果你想买这款车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影片你一定要看完 然后在看影片之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上一代的 Vios 上一代的 Vios 其实从 2013 年开始翻售一直到现在 其实算大概应该有十年的左右 上一代的 Toyota Vios 在马来西亚有四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 J E G 跟 GRX 而在新一代的车型呢 入门版的 J 会被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 E 然后到 G 所以暂时只有两个版本 我当心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瞎瞎 就是这个 Vios 会不会变成 Prodo 的新车 暂时是不会 因为根据 Prodo 的 CEO 表示呢 他们只会一年推出一款新车 今年是 ASEA 明年可能就是传车中的 V7 SUV 所以在这两年内 Vios 是不会变成 Prodo 的车款的 另外呢 由于上一代的车型 从 2013 年翻售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这个代沟相当的大 新一代的 Vios 改进幅度是相当的大的 首先就是从它的轴距开始 轴距上一代的 Vios 是 2550mm 以现在看来这个轴距真的是太小了 但是在新一代的 Vios 它就变成 2620mm 所以内部的空间表现会变得很大 根据一些已经去看车的销售员表示呢 这个空间确实比上一代的 Vios 大了很多了 但是依旧不是 V-Segment 最大 但是排个第二名应该不是问题啦 相信大家都知道空间最小是哪一款 OK 接下来呢 E 跟 G 版本有什么差别? 首先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它的轮圈设计部分 E 的版本为 16 寸 G 的版本为 17 寸 哇 我现在的 V-Segment 都要上到 17 寸的轮圈了 当然视觉效果是很出色啦 但是在日后你更换轮胎的时候 这个费用可能高了一点点 另外呢 这两款车主要的差别就是在内装 E 版本呢 它的内装设计会比较朴素一点点啦 然后它还是采用这个传统的手刹车 另外它也会拥有部分的 TSS 也就是 Toyota Safety Set 的先进功能 例如讲呢 像是这个车道偏离警示 就是车道偏离辅助自动请接刹车 应该都会在这个 Vios 的 E 版本上面出现 至于在 G 版本上面 G 版本的配备就真的是丰富多了 首先 年轻人最喜欢的氛围灯它有 而且是 64 种颜色可以选择 另外第二点就是它拥有电子手刹车 让它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维俄的 V-Segment 车款里面 拥有电子手刹车的车款 另外一款就是 Honda City RX 啦 除此之外呢 它的内装设计会有双色的设计 但是并不像这个泰国那样是这个黑跟红 它是黑跟棕色 看起来确实会比较低调一点点啊 没有那么脏黄 除此之外 它的触屏主机改变也非常大 GC 搭载的是 9 寸的触屏主机 跟这个 VELOX 是一样的 而且支援无线的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另外呢 在这边也是有 360 度的镜头 还有倒车摄像头等等的功能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配备出现在 V-Segment 的车款上面呢 真的让它的配备丰富了不少 而且呢 我们做过一个对比 就是在东南亚市场 包括泰国的 Yaris Active 呢 马来西亚版本的配备可以讲是最强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应该都没有办法来吐槽这个原厂配备令色了啦 另外 G 版本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安全配备也会非常的丰富 其中包括了 TIE STOP ANGLE 的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偏离警示 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这个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另外这辆车用了非常多的流行元素 就是这个数位化的仪表 不过这个数位化仪表跟 Pro Duo 2 的设计非常接近啦 我相信还是会有人吐槽这一点 可是对我个人而言呢 只要设计好看 跟这个显示清晰就足够了 在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新一代的 Vios 跟旧一代的 Vios 相比 大了不少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上一代的 Vios 采用的是 Toyota 集团老旧的 B 平台 但是新一代的这个车款呢 是采用了 DNGA GFB 平台 也就是跟这个 Elza 一样啦 有不少人讲哦 这个 Vios 其实就是 Elza 舌旦 你要这样讲其实也没有错啦 但是 Shape Platform 的话 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成本降低 然后让他们的整体表现更一致 重点在于它的操控表现会更好 虽然讲目前我们没有详细的消息指出 这款车的重心降低了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以之前的车款考虑 像是这个 Prodo Elza 呢 它的立体高度就只有 150mm 如果是 Prodo Asia 的话 更是只有 140mm 而已 更低的重心代表着它的操控表现会更好 其实呢已经有一些人试驾了这款车 我有向他们询问啊 他们表示这款车的操控表现会让我们很惊艳 甚至他们有讲到它是 B7 最强的这个 sedan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要等待这个 UMW Toyota 的试驾活动 我们才会知道了 所以订阅我们频道 第一首消息我们也会带来给大家 另外一点又是它的这个安全性会提高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 它的有完整的这个 Toyota Safety 线安全配备 另外车身骨架也采用了大量的高杠性材质 所以相信在 ASEAN NK 获得五星成绩 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啦 有着更好的安全性 代表着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你会有更好的包装 当然马路无高手规则要遵守 所以大家开车真的不要开太快 在安全的车如果你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话 那么其实也是没有用啦 同样的根据已经去参加这个 Training 的 Salesman 表示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对比上一代车型进步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因为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类 Coupe 车型的设计 所以导致它这个 C 柱非常的流线 因此压缩了一点的头部空间 实际表现怎样 同样的也是要我们自己去亲自做了才知道 另外要讲的就是引擎的表现 马来西亚版本确定搭载这个 1.5 公升的 Low VTi 自然进行引擎 没有错就跟上一代一样 而且它的马力表现还稍微挑低了一点点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04 HP 峰值扭力表现 138 Nm 对比之前降低了差不多有一个 2-3 HP 然后降了 2 Nm 这样子看起来它的加速表现应该会更慢是不是 但是它的变速箱从原本的 CVT 变成了 DCVT 变速箱 有开过 DCVT 变速箱朋友都知道 它的加速表现其实算是蛮快的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隔音它的噪音会比较超一点 所以接下来就是非常考验 Vios 的 MVH 表现到哪里 我相信以 Toyota 一直一来的表现 这个 Vios 的 MVH 应该不会太差 毕竟上一代的 Vios 的隔音表现真的是一级棒 所以新一代的车型应该也会维持一样的水准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获得一些消息 试驾的这款车的朋友表示呢 它的这个动力设定其实会比较偏向 Veloz 也就是讲它是一个流线的设计 所以我就觉得既然你也超困难它 为什么你要配一个动力比较流线的引擎配置呢? 好像有点 Boom Mesh 对不对? 不过听人家讲没有用了 还是要等我们试驾才知道啦 最后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价格的部分 这款车的价格因为没有了接 所以它的起步价会高一点 但是我要先声明啊 这个价钱只是传闻中的价钱 并不是官方公布的价钱 它的价钱是从八万八千令吉几条 至于 G 版本则是要九万六千令吉 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点贵 但是考虑到这个配备升级了那么多 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 当然以上都是传闻啊 我们会等待这个官方公布价钱 如果官方有公布这个预售价的话 我们会在我们影片下方的简介栏更新这个价格表 所以大家记得往下看一下哈 最后要讲到的就是新车的发布时间 据悉这款车会在这个栽戒月之前发布 也就是在这个月中左右会发布啦 而它的这个详细时间表等等 我们也要之后才知道 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而且呢我就已经知道了 他们会举办这个媒体试驾会 所以在媒体试驾会的时候 一定会拍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